那麼還有一個問題也是想請教一下 他說我們家小孩剛滿8歲 可不可以到銀行開戶幫他存錢呢 而且海外的家人想要這個匯錢 給這個8歲的小孩可不可以直接匯到這個小孩的賬戶上呢 還有就說只有8歲的小孩可以自己去領錢嗎 然後還是說一定要有一個成人爸爸媽媽在旁邊 或者是有一個18歲以上的監護人才可以幫他領呢 我們請你也來幫忙解答一下好嗎 OK 8歲的小朋友是可以開戶的 但是因為8歲的小朋友都需要代理人 也就是說guardian來幫他做所有的transaction 所以如果這麼小的小孩開戶的話 可能會比較適合開custodian account 可是這個custodian account你存進來的錢 一般中國人會把紅包錢拿父母給的錢存進來 或是小孩子自己賺的錢 比如有些小朋友拍廣告 對 那這錢都是屬於小朋友的 所以一旦存進來的話 父母是不能把他做私人用途自己提走的 因為custodian account的話 social security number也是小朋友的 對 那如果小朋友再大一點的話 12歲以上的話就可以跟父母開一個年名account 那這年名account的話小朋友就可以 12歲以上嘛 那他就可以自己透過提款卡 也自己可以簽名 就自己可以來領取 所以基本上是一種事跟父母年名一種事叫做custodian account 是針對很小的小朋友 所以我還以為就說銀行開戶一定要年滿18歲以上 其實12歲以上就可以了對不對 對 那如果是這種發現小朋友 所以就是說如果想用裡面這筆錢的話 是小朋友要跟父母一起去才能把他取出來是嗎 一般會開custodian account的話 存進來的話都是比如說幫小朋友存 幫小朋友保管到他18歲 比較少會有人在這之間拿出來用 對 OKOK 那如果是到了12歲呢 就是您不是說12歲 是 跟父母開聯名賬戶的話呢 那這小朋友就可以隨時 其實不用在父母的陪同之下就可以也有ATM卡 12歲的時候他就其實就是相當於 就像自己開了一個戶一樣 他就可以自己去取了對不對 對 18歲以下年名賬戶 過了18歲一般的銀行都是 小朋友就可以自己獨立開銀行嘛 18歲以下一定要有一個大人 對 在 好的 謝謝 我們黑道銀行家Karen蘇 謝謝你的解答 謝謝 好 謝謝你